公開諷刺藍營的國家認同是精神分裂 作為代表綠營出戰2024的總統候選人 耐心得活力全開 國民黨立委不敢示弱 他原本講說他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然後現在為了要選總統 他又開始在打說和平保台 我覺得真正精神上有問題的 可能是整個民進黨從上到下 面對國家認同藍綠兩邊全槍舌戰 不過賴清德最近的兩岸論述 似乎越來越和緩 15號台南信賴之友會成立 至此時就向對岸喊話 說到中國應該善待台灣 否則如何報答台商在中國的建設發展 而時間隔不到十天 引述前總統府资政 孤寬民主張的兄弟之邦 作為兩岸相處之道 強調這才是未來兩岸要走的方向 面對藍營批評 笑而不答 賴清德一早與林佳龍一同出席 台灣智庫論壇活動 盼望未來在競選路上 能夠借助智庫的力量 提出最適合台灣的政見 作為綠營共主 兩岸論述必考題 交出的答卷 就看選民能否買單 華視新聞外站前打探護動